有在新港匆新民路的手机公司官 观众丹佛宾是经营20万岁的手机店业者 他个人所受众的手机超过5千机 在早上手机公司官进行蒸菜开幕 当中在这里吃到2千多吃的手机一碗 再来开拍到手机各行世界第一来介绍专辑 也起源很多民众头过这段的电纜 吹顺自己输用手机的记忆 这支一旧北京年由摩托罗拉公司生产的电位 对同代的手机产品收到汇变收当中 当汇变是手机店的业者 25年以来收藏超过5千机的手机 他的梦想就是在新港区一间手机故事馆 组组在着细合蒸菜开幕 一个念想就是一个梦想 就是想要在新港这个地方成立一家手机故事馆 那么没有想到今天过了二十几年 就是台湾手机首创的手机故事馆 终于在新港诞生了 手机故事馆为在新港区的身边 收破店出大概2千机的手机 当汇变共调 就算在台湾没还收的手机 又为了要收藏 可以共识和百本坡赞往收贾 当汇变也表示 虽然收藏过程的作息操作 但它起来到困难 完成手机故事馆的开设 肯定要开拍各种世界第一的手机专区 盖子把它打开之后 里面就会有一点很完整的一个介绍 当汇变共调 由新作品以调查 并将对手机故事馆都有兴趣 因此更有信心 当时以收贵手机电影结合加比点来经营 深深空调 红新港匆 蔡凤博德 大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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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